吴亦凡事件才安静了没多久 没想到又有行的瓜吃了 而这次的主人公是NCT的Louis黄旭希 刚开始是有一位韩国网友爆料 只说自己曾和Lucas交往过 还晒出了对话记录 每次约去酒店都是女方给的钱 退房之后男方就会失去联络 似乎很理所当然的在花对方的钱 这位网友还表示 这几年两人反复交往 直到一个月前Lucas开始了暴力 说会起诉他 之后还换了电话号码 但爆料公开后 粉丝立刻打脸 只说女方晒出的语音信息 是Lucas曾发在Bubber里的语音 而且酒店入住的证据中显示了日期 V神V当时是在北京举办签售会 原以为事情占掉一段落 没想到第二位受害者出现了 有一位中国网友也晒出了 和Lucas交往时的聊天记录 该网友是Lucas的铁粉 每天收到了对方小号的信息 之后还在酒店碰面了 并做了些亲密行为 两人就一直保持着联系 一二次见面的时候 两人就在没有安全措施下发生了关系 男方还有和他抱怨说 因为觉得太累 所以假装腰疼提前结束 韩国某档节目的录制 也有提到中国某节目 时常恶意剪辑他的画面 让他非常不喜欢 这位网友还对比了第一位爆料者的时间线 才发现有几天Lucas相约见了两人 大家还在震惊的时候 第三位爆料者出现了 这位爆料者原本没有打算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但看到其他爆料后 发现其实有很多女孩都是有相同的被骗经历 所以也决定公开 还晒出了床照 被误得的证据 这位网友是在Aerobe上认识了Lucas 之后两人还加了微信 男方更是主动提出要去他的家 他们一起抽烟喝酒 Lucas还和他抱怨了他的队友 说他的队友不听话 不努力不练习 还以自己没带过衣服为由 要女方买名牌衣服给他 之后偶尔男方会问他家里有没有人 如果女方的室友有在的话 男方就会消失不回消息 女方觉得这种感觉太不好受 就决定摊牌 之后就没有再联络 他在联系期间一直向对方确认 有没有女朋友或者联络的女生 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 而拥有18万粉丝的黄旭希中文手在 更是在毫无预警下发文宣布集体辞职 之前的生日活动应援筹款也会退回 嗯这是已经新回忆人了吗 经济公司昨天是没有回应这件事 但原本将在今天回归的威威小分队直播也取消了 就让更多网友都相信这些都是真的了 就让更多网友都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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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更高兴 你们明天见了 你真的没想着